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麥克大叔 今天就來到巧萱涼麵 這是這間店的招牌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它之前叫做 家味涼麵 現在改名叫巧萱涼麵 原先的老闆沒有做了 但是據說口味跟原來的一樣 那我要大的麻醬涼麵這邊吃 然後要味噌湯 味噌貢丸湯 謝謝 加一個荷包蛋好了 我半熟就可以了 謝謝 好想要算水多一點 謝謝 好想要算水多一點 謝謝 好本日煮腳涼麵 然後當然煮料就通通都加上去 蝦米都爛下去 來吃蝦米 哇鮑比 還有辣油 香無系 不是那個辣的嚇到水 好久沒有來,沒有想到名字就換了 幸虧老闆娘又把他接下來 不然就真的吃不到了 這家是歷史很悠久的涼麵店,就前身啦 最後就長這樣 半熟荷包蛋配涼麵 嗯 相當過癮喔 這個麵很紮實,醬汁很香 這個感覺就是偏外層色涼麵 個人感覺 時間過很快,上一次吃的時候已經是七年前了 好,我有碰到過很多粉絲看我的影片就看了五年六年七年的 那就感謝你們的支持 感謝啊 那我在這個拍影片的道路上並不寂寞 好,又感謝黑粉繼續挑我毛病啦 一直挑一直挑,你也是很忠實的在看我的影片 哈哈哈哈 好,那分數是滿分,好吃 雖然你的意見都是反對的意見 哈哈 好吃 醬汁吃起來是爽快 好,再來是這個味噌貢丸 貢丸 貢丸隨時吃都好吃 是一個這個日本美美說的 好吃 就這個貨真駕駛喔 好吃 好吃 好,嚴嚴下季,來上一碗,真的相當不錯 好,就等各位朋友來品嘗 好,就等各位朋友來品嘗 其實這家店之前很多外國人會來吃 好,味噌湯就稍微有點甜口的口味 好,不錯 好,那就是很實在的店家啦 好 好,那就謝謝粉絲的支持啦 謝謝 好,感謝你的支持,謝謝喔 掰掰 欸,掰掰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 那就像我剛影片說到的 很多人看了很多年 就謝謝你的支持喔 好,那這一個 多來一家早餐店的風品也不錯 那我們就吃吃看 好 好,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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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一個漢堡肉蛋餅這邊吃 對 漢堡肉 還要杯冰咖啡 中杯好了 不用糖 就都不用加 我不要 那你是美食的 愛對 聲音也蠻好的店家 這家也是粉絲推薦說他們蛋餅蠻好吃的 狗狗很可愛 拍一下 可愛 線點線說得很燙口喔 喔 還不錯啦 口味都很好 就只是這個肉是就普通早餐店的漢堡肉了 口感分數是83分 就還好 然後再咖啡 就現研磨的 早上來一杯 趕手碎神 好 夠注意再入鏡一下喔 很可愛 好 可愛 她是女生吧喔 對啊 好 可愛 幾歲啊 十幾歲 喔 十幾歲 十幾歲 好 看起來還是很可愛的感覺 對啊 可愛 好 那口味還不錯 店家還蠻親切的 那各位來就祝我們用餐愉快 掰掰 好 再來就這個 南京公寓市場走一圈 這應該是新開的啦 雞龍古早味 下次有機會來吃吃看 看起來大包小包這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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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大的魚喔 南京燒餅店 價錢蠻便宜的啊 好 那這個是壽司 好 那這個是壽司 好 吃木魚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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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希望這個平時的走景,各位朋友會喜歡啦 唉唷,又遇到了 早早早 好吃 老闆辛苦了 好,老闆謝謝 讚 謝謝 好,那這個麵包是M嫂很喜歡吃的麵包 黑鮪魚最後一週 很讚 可是口袋裡的麵包不太夠啦 口袋裡 大老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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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盒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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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再來就回頭 好 好 我們知道這家鵝仔麵線好不好吃啊 光銀鵝仔大腸麵線 好 很高 好 溶裏 自乎 大火 Voyと 中式賣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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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